各位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 来自屏东泰武厢排湾族的广播主持人王美英 以亲切甜美的声音问候听众 今年第55届广播金钟奖 高雄广播电台依拉原住民节目 获得评审们青睐 入围教育文化节目主持人奖 说入围就是等于得奖了 我觉得这是一个肯定 那相对的让我在这个广播的领域里面 我可能就会更有压力了 可能就要更努力 然后呢做更好的节目出来 伊拉原住民节目是由高雄广播电台 与高雄市圆明会合作制播 主持人以活泼热情又幽默的方式 介绍原住民的文化 推荐原乡的油城及美食 也透过部落点唱机单元亲自弹唱 或介绍原住民素人歌手及歌曲等 颇受南部地区听众们的喜爱 高市府圆明会也期许 未来可以有更多广播人才加入 我觉得还不错 第一次看到说广播电台 有用这种方式这样诠释 我觉得蛮不错的 很棒 相信我们每一个原住民呢 都是非常的多才多艺的 我们美英呢 他透过我们的课程成为 入围广播金钟的这个主持人 这是非常荣耀的一件事情 我相信还有很多沃湖长龙的族人们 欢迎你们一起来选读部落大学 一起来加入我们广播金钟的行列 市府圆明主任秘书表示 高雄市部落大学为培育原住民人才 一直是不遗余力 这次的入围是个好起头 未来部落大学将持续推广各领域的人才 也期许入围者王美英能获取最高的殊荣 原始新闻达基尔高雄市采访报道